請問一下教授 因為我們上次有講過 所有的這些清潔劑裡面加進去的一些 這麼多的一些化學用品 對人體到底有什麼傷害 實質上來講清潔的東西 就是看你要怎麼樣去清潔它 用什麼樣的清潔原理 有的太過強效 要清潔的原理就很複雜 裡面的化學成分就很多 有的可以多到四五十項的都有可能 在清潔劑裡面 我們會長很擔心的東西 在比如說以吸碗精來講 裡面可能會產生的十大的有毒物質 像是甲醛 然後三乙肌胺酸 應該是這樣子 三綠莎 教授我跟你說這些名稱 我們通通不認得 但看起來很獨立的樣子 有至少是十個 但是呢 問題就是大家 不願意去了解這樣的 名字後面的問題存在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像甲醛 是油漆對不對 甲醛是致癌物 對 致癌 甲醛放在清潔成分裡面 它是防腐用的 對 所以你看到一個清潔的成分 它可以用比如說兩年三年四年 都不會壞 都不會壞的時候你就要很擔心了 像這個三綠莎 它是加在清潔劑裡面 它是用來 抗菌抑菌的 那它本身也是一個 這是牙膏裡面有的 牙膏裡面有 不只牙膏 現在我們連在一般的 飲用水 因為我們現在用這種清潔的東西 用太多了 跑到我們水源去了 對 你像那個人積分 音響生育 對啦 反正 對不對 哇塞 你要小心喔 真的喔 你還亂買 對 對 你像那個過蓬酸鹽 那本身就是一個劇毒 那個東西是我 冰洗嘛 冰洗 那個是我 對對對 我們用來 殺老鼠啊 殺蟑螂啊 對對對 你再看看這個含綠的這個 漂白劑 它是用氧化的 原理在做清潔的 我很好奇 我們的碗是有這麼髒嗎 用到這麼毒的清潔劑喔 可是因為大家要方便啊 要洗的時候洗得很快啊 對不對 認為可以洗得很乾淨啊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 這些東西在你洗過了之後 你本來以為這個 在碗盤上面的 這油渣渣渣渣的東西洗掉了 但是取而代之的是 這個東西會 附著在我們的 碗盤的這個表面 我們都希望這個清潔劑喔 至少 這個即便你 不帶手太好 都不會傷手 喔 是保護手 所以所以 其中第一個最重要的原則就是 它是不是 過分的酸 或者是過分的 喔 所以教授 我們今天測量的這個結果啊 不是說它有沒有毒 而是說呢 可能家庭主婦 如果大家在使用的時候 不會讓你的御手受傷 這對女生來講我們滿在意的 至少第一關我們先把關 好 那教授我們要換一下 這第一個是誰的啊 這個是酸鹼的式子 第一個好像是我 第一個要測試的是 宇文家的洗碗精 應該是老公的嘛 因為他剛剛講那麼專業 就出來之後 老公選的 老公選的嘛對不對 是 感覺是中性的嘛 那這樣是怎樣 那是中性 中性 中性是OK的嘛 對對對 喔是這個第一個 中性的 哇那老公 所以不要偏酸 不要偏鹼 所以剛好是七 因為它就是成分很單純 沒有加上去丟掉 第二個是誰的 鞋子 是我的 美國的 是美國的那個瓜 美國 變色了 這兩個哪一個 鹼性非常非常的鹼 哇 有到後面啦 到11到頂 已經到11了 到最高的表 我們看得出來 最近會不會有的 還好嗎 這麼嚴重 很鹼耶 所以已經是鹼的最高了 最高了 那這代表什麼 這個會非常傷手 嚴格來講 如果那一瓶放到外面 沒有人鹼的時候 那一瓶我們叫做 有害的會欺負 有害的會欺負 那可不可以拿來洗衣服呢 拿來洗碗 所以說 所以說你 如果這個東西不戴手套 或者是不做預防措施的時候 是非常嚴重的會受傷 蛤被家暴 對 鞋子的 第三個是 我 自己招 這個現在市面上應該很多人有 很多 很多人 而且廣告這麼多 效果加倍 這個變R這樣的 它這個是酸 而且是相當的酸 酸也會傷手 酸也會傷手 原因是我有注意到它裡面的這個標示 它確實加了酸性的物質在裡面 所以它有講 它是除了用介面活性劑的原理去做儲污之外 它也用酸 酸減的原理去做儲污 所以它基本上它會是一個很強的儲污的物質 所以會洗得很乾淨 洗得乾淨 但裡面也加了香料 但是香料是什麼香料 就很難去確認 那第四個也是文文節帶來的 而且去說是VIP才有的 去烏本 它那時候還說我們真的從來不送人 那個專門抗那個玩購的 就是說你那時候沾得很難刷有沒有刷不掉 輕輕鬆鬆 那是給我看 瓦斯爐嗎 沒有 對 就是瓦斯爐啊什麼全部 哇塞 哇塞 這什麼東西 這什麼顏色啊 這什麼 已經比這個更簡了 這一下子 已經變紫色了 破表 這個破表 這真的有夠強了 你的人生就已經重簡了 超日報 而且大姨父還要給我很大的恩惠 哇 這比鞋子的更厲害 對啊 你看 鞋子的在這裡 現在鞋子的被比下去了 真的是百貨公司 是那種大百貨公司一個廠牌 送的那個去汙粉 哇那我暖是用到強酸加強檢 哇你的人生好極端喔 對啊 其實好的安全的洗碗精還是有的 它有什麼標準 有哪些選購的標準 很簡單啊 像我家裡買的就是所謂的 液體肥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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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去拿嘛 液體肥皂 所以對鏡油是不是 油有有 請下的意思 聽說你帶來一些 真的天然 是啊 其實在我們 阿嬤的偏方啊 其實很多廚房的 古代的也是要洗碗 要洗衣服嘛 對啊 那同一些植物性的一些 植物油啦 一些鹼性叫造素 算是提電很多 我們知道橘子對吧 橘子皮 我想最近有橘子清潔劑洗碗精 不要丟 對 醋啦 橄欖油啦 是吧 那這些若酸若鹼 還有我們知道的洗米水 對 還有茶葉 鹽巴 上都是很多是廚房拿到的 那比較植物性就叫無患脂 無患脂這也是 當然會說麻糬 對對對 無患脂 還有這個茶脂粉 茶脂粉事實上我今天把它做成 它也是個天然的界面活性劑 你把這些全部弄在一起做成這樣 這無患脂跟茶脂粉 把它打成粉 對 那這一樣是 就 就遵照吳教授講的是天然 那其實一樣要起泡也有啊 對對對 都也有啊 萬史是有泡泡的 對 萬史很多泡泡 大家不是在苦惱說 這些 我們這些 屬於這種化工的清潔劑 擦上去怎麼辦 那我們就把它泡一瓶 這個水 你就不用自己去用 一定要用熱水 一直抹一直抹 抹不掉對吧 對 我們自己做一瓶 天然界面活性劑 對 那一樣 而且不用怕傷手啊 對 這是若酸若減的都很天然 最後我們一起來聽聽 憲哥有話跟你說 好 那我們常常講說 最危險的地方 總是最安全 最安全的地方 往往是最危險 那廚房是媽媽的天堂 是全家酸甜苦辣的回憶 你想要好菜端上桌 要慎選材質 完全耐用 不要讀 媽媽 你就要修心 媽媽 請你來報答 對 好熱烈 當我們在感嘆說 社會怎麼這麼沒有愛 怎麼吃了這麼多毒 沒關係 那我們來精神陶冶 現在聽念協志的歌 有一個活動要推薦給大家 是的 我的新專輯不只鳥 在五月三十一號已經發行了 然後在六月十五號跟十六號 也會在全省有前場會 分別是在桃園中立 好像台中 另外還有台南高雄 然後另外六月二十八號 也會在台北 有一場個人的售票演唱會 然後詳細情形就到協志的 點書官方網站 或者是公司的官方網站 微博都可以看到 沒錯 也謝謝所有的來賓 謝謝 謝謝 謝謝